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集的《独默推荐书》 我是沃福 我是爱丽丝 老师,《独默》最近上架了好多科幻短片 超好看哦 你说的是刘雨昆跟江峰南那几本短片集吧 那几本书的确都很好看 还有韩国新秀《金草叶的》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束前进 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都是查了一下科幻小说的历史 发现有人说科学怪人是史上第一本科幻小说 所以玛丽雪莱也被称为科幻之母 是有种说法 但我又查到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说《格列佛游记》才是史上第一本科幻小说 这个也说得通 可是《格列佛游记》不是格列佛去小人国和大人国冒险的故事吗 怎么会算是科幻小说呢 你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第一 类型小说的定义常常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不只科幻小说 各种类型小说都有这样的状况 第二 《格列佛游记》曾有《格里福游记》等等不同的译名 最有名的是第一卷《小人国游记》 跟第二卷《大人国游记》 不过其实还有第三卷《诸岛国游记》也译成《非岛无岛游记》 以及第四卷《灰英国游记》 第三会被当成儿童文学 是因为后来很多版本只保留了冒险中有趣的部分 改编成适合儿童阅读的版本 在科学的设定去促成了一个现实还没有发生的状况 就是以电邮给予尸块生命 科学怪人讨论人的本质 书中这个角色是由很多不同的尸块拼凑出来的 拥有生命之后 他是谁 他跟整个人类社会又有什么关系 科幻设定用在一个角色身上是这么回事 但如果用在整个社会或全世界 那就会是因为某些科学发明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或者是社会结构 进入了一个和现实不一样的阶段 然后看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 《葛列佛游记》就会是科幻小说 因为主角葛列佛到了某个 和他原来生活形态完全不同的世界 从一个外来者的位置去观察那个社会 而这些观察心得 其实就是真实社会的变形 作者是利用异世界的样貌 让我们去思考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 原来如此 我一直觉得《葛列佛游记》 就算不是儿童文学 算是奇幻小说也还OK 没想到还可以《葛列大科幻》啊 不过《葛列佛游记》 如果光看前两卷 便没有出现魔法或者幻想生物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奇幻 嗯... 就很奇幻嘛 对 我们对于类型 会有一些来自既定印象的感觉 只要符合这些感觉 我们就容易把作品当成是那个类型 说《葛列佛游记》是奇幻小说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类型能够容纳的 往往比既定印象更多 而且好的作品 几乎都会讨论到人的定位 以及人跟人之间 甚至人跟社会之间的关联 其实你想想 航海技术从造船到航行 需要仰赖很多科学的技术 而且如果我们把格列佛的故事 改成他搭太空船到其他星球 冒险的经过不用做太大的修改 故事马上就会变得很科幻 话说回来 很多小说家其实写科幻 同时也写奇幻 对耶 像乐规恩奶奶写奇幻的地海系列 也写科幻的伊库蒙系列 没错 地海比较以人为重心 伊库蒙系列呢 就聚焦在社会结构的讨论 不过在他的短片集《风德十二方位》里面 不但可以读到这两种类型的故事 同时也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故事 可能都讨论到这些面向 对耶 这么说起来精草业的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束前进 也有这种现象 放进科幻设定后 人和社会都会发生变化 对 我们一开始聊到了江峰南跟刘雨昆也是这样 江峰南短片集《你一生的预言》里 冯明短片曾经改变成电影《一心入侵》 讲到主角接触了外星生物之后 因为他们的文字改变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 不但人生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 甚至会改变整个世界 第二本短片集《呼吸》里 有一个故事叫《虚拟生物的生命周期》 讲人和虚拟宠物之间的关系 一个拥有自己智能跟意识的虚拟宠物 它还算是人类的附属品吗 它们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回事呢 它们有可能更进一步融入人类的社会吗 我记得我们去访唐凤时 他也提到江峰南 不过我还没读 但我读过刘雨昆的《哲指动物园》 那个同名短片把移民生活和文化冲突 放进科幻小说里 我觉得很厉害 是 它的第二本短片集《隐娘》也非常有趣 同名短片《隐娘》用的就是唐传奇里面念隐娘的故事 刘雨昆没有改动原来的故事结构 而是加入了一个科幻设定 就让整个故事出现了不同的视角跟思索 这本短片集也提到了区块链 以及把人类意识上传到数位世界的情况 意识上传这个设定不是刘雨昆首创的 但是这本书里面的三篇连作 思考了在网络时代当中 意识上传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全新社会结构 等一下老师 你说上传意识从前就已经有人写过了吗 是 而且早在1984年 威廉·基布森就在神经幻术室里写过这个设定 当时个人电脑根本还在起步阶段 但是他已经写到虚拟空间了 哇 那时候还没出生耶 这也太超前时代了吧 意识上传到数位世界的讨论 就会牵涉到人的自我定位这个问题 人的自我定位又会牵扯到我是谁 什么才是真的之类的讨论 而PKD的作品就常有这类讨论 他会质疑什么才是真实 不只质疑人 甚至质疑整个宇宙 PKD 老师你是说写《银翼杀手》的Philip Tinker Dick 对 PKD是Philip Tinker Dick的缩写 《银翼杀手》因为被改变成电影的关系 几乎变成它最有名的作品 但事实上PKD的作品被改变的数量很多 包括电影、影集、戏剧、漫画、游戏等等 他有一部作品被改变成游戏 游戏本身不太好 但小说很棒 被《时代杂志》选入1923-2005的百大小说当中 书名叫做《尤比克》 这本书前阵子出了综艺本 很值得一读 这书名听起来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尤比克的故事在说 未来世界有公司雇用超能力者 利用心灵感应或者读心术之类的超能力 去获取商业机密 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公司在反制这些超能力者 主角齐普本身没有超能力 但是他会测量超能力者的能力 故事开始的时候 他先是受托去测量一个超能力者的能力 而他发现这个超能力者的能力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接着他的老板接了一桩案子 带着他和一对人马到月球上去执行任务 没想到在月球上遇到埋伏 所有人仓皇逃回地球之后 齐普开始发现 队友们开始离奇的死亡 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古怪 有时候会时光倒流 有时候广告或者是墙上涂鸦 会出现奇怪的讯息 这故事讨论了真实与虚过的关系 也有很多对于物质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嘲讽 但是包了一层很有趣的外壳 既科幻也奇幻 而且还有一些推理味道 科幻加奇幻加推理 又是时代杂志百大书单 感觉很烧脑又很有趣 不要觉得科幻小说一定是硬邦邦的科学名词 它很可能是温暖的人性故事 或是精准的社会观察 这次的推荐书 阿里斯都帮大家整理在这里啦 请大家一起和我试试吧 除了看书买书也别忘了按赞 分享 和订阅独默的频道哦 好 收工了 拜拜 拜拜 老师 尤比克里的未来是什么时候啊 1992年 什么那是过去了吧 BKD是1969年写的嘛